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郑敌社郑王在风 还亲自去探望他 张之洞作为四朝元老 他即使是在临死之际 心里所想的 还是要挽救大清的江山 心系苍生 回顾张之洞的一生 其实他的仕途道路并不顺利 在初入官场的时候 他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 只是当一名小小的言官 这个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骂人 也就是批评时政 所以 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 张之洞都没有得到重用 不过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 为张之洞的仕途带来了改变 身为言官的张之洞 上成了一份对曾国权之宫变动的奏折 就是这封奏折 让慈禧注意到了张之洞 奏折里说道 西北地区的防务是全国的重中之重 左宗唐大任在心 江的战事中鞠躬尽瘁 但是曾国权却在接到命令后 迟迟不肯动身 而且曾大任的家里也发生了很多变故 估计就算到了西北 也没有心思处理问题 所以 微臣认为 有一位更合适的人选 就是谭忠林 也曾经在陕西人过职 另外 左大任的布下张耀 也是一位忠心耿耿的猛将 可以作为左大任的副手 随同谭忠林一起前往西北前线 张之洞的这封奏折 让他在慈禧心里留下了一个好的印象 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张之洞帮助彭忠林弹劾划刘坤一 彭忠林曾经针对刘坤一的贪腐享乐作风告过转 但是刘坤一的势力太大 而张之洞竟然还站在彭忠林一边力挺他 张之洞的做法震撼和慈禧的心意 因为慈禧早就对刘坤一不满了 只是刘坤一是朝廷老臣 声望很高 不好在他头上动土 张之洞自己站出来 正好替自己当了回出头鸟 从此之后 慈禧开始重用张之洞 张之洞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比如古门冤案 东乡惨案 都被他处理得井井有条 而且慈禧也从他的身上看到了曾国藩的影子 觉得张之洞是一个可以予以信任的人 张之洞在得到重用之后 试图一名惊人 颠覆了以往的书生模样 再加上 张之洞办事心细谨慎 处处为慈禧着想 惹得慈禧常常遗憾感慨 为什么没有早点重用他 1881年的一天 张之洞走向了自己人生的巅峰 一夜之内连升四级 成就笔尖曾国藩 谭四同曾经大大赞扬张之洞 可惜的是 张之洞他生不逢时 出生在清朝末年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清政府已经是强弩之末 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生机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互联盒 阳大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